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法中一席补选在今天投票 两万两千七百三十一名登记选民 将在今天前往投票站投下神圣一票 一名巴勒斯坦记者 趁着工作之后的空隙回家看网家人 然而这一次回家就导致他与十一名家人 遭到恭喜 全家灭门 同僚在连线直播中难掩悲伤 与新闻主播双双崩溃 自迪亚旺杀通往班底大道SPE 昨天深夜11点59分正式全面通车 该大道的三个收费站将免收过路费 长达一个月直到12月2号 随着大道的开通 工程部部长Dr. Alexander指出 这将有助减缓吉隆坡高峰时段高达30%的车流量 免过路费长达一个月的三座收费站分别是陈秀莲收费站 由安邦吉隆坡大道往SPE的安邦收费站以及斯迪亚旺杀收费站 Elegenda昨天为SPE大道主持通车仪式后说 免过路费的优惠将在12月2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后 如果是一级车辆 例如汽车 大道使用者将需要支付3令吉50仙的过路费 部长表示 SPE大道衔接吉隆坡的数个地区并涵盖4个区域 也就是第一区格林之至沙勒 第二区沙勒至班登 第三区班登至斯迪亚旺沙 以及第四区斯迪亚旺沙至美拉底 全长20.7公里 然而第四区的4.4公里路段已在2021年12月21号提前开放 他还提及 该大道将有助政府缓解吉隆坡高峰时段 例如从巴达林在野 格林之到美拉底花园和额麦的时间 预计只需35分钟 而现有路线则需要一个小时30分钟 进而让约10万名驾驶人士受益 此外 SPE大道工程分别以2.104公里长的单吨结构双层车道 以及20.686公里长的高架路桥列入马来西亚记录大全 日拔周一席补选在今天投票 两万两千七百三十一名登记选民将在今天前往投票站 投下神圣一票 今天上午7点30分起 共有14个投票中心以及45个投票站正式开放 其中11个投票中心将在下午5点30分关闭 另外三个将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 选举委员会早前已经向符合资格的选民发出了73张邮寄选票 其中包括43名警察和工作人员 该邮寄选票的补选活动自10月21号开始持续了两周 日拔周一席补选是沙拉越政党联盟候选人伊斯坦达 沙肯亚兰党斯蒂芬森以及沙民智党詹里斌之间的三角战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布杜尼表示 该委员会预计选民投票率将达65% 预计结果将在晚上9点公布 日拔周一席补选是在沙拉越政党联盟连续担任六届的 在9月15号去世之后举行的 在2021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当中 以故塔利以4243票多数票保住了他自1996年以来一直占据的议席 令吉不断下跌引起国人的担忧 财中部副部长达特斯里·阿姆·马斯兰指出 尽管令吉贬值但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正面增长 因为经济基础的完整性不能单靠令吉对美元的价值来衡量 反之应该更加全面地从五个主要指标来衡量 阿姆·马斯兰表示 这五个主要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也就是经济增长率 财政赤字水平 隔夜政策利率OP2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部长说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 预计将从今年的4%提升至5% 另外政府有预测今年维持在4.9%的国家赤字 明年料将降至4.3% 他补充我国的通胀率也持续回跌 从之前的2%持续放缓至今年9月份的1.9% 第四个主要指标 yang keempat usaha kita untuk memastikan OPR itu terus kekal maka kekal iaitu sebanyak 3% OPR telah diumum oleh Bank Negara semalam dikekalkan dan satu lagi ialah kadar pengangguran 3.4% itu rendah daripada 4% guna tenaga penuh ini ukuran sebenar ini 5 ukuran 除了那些, 这些大量的大量 是有这么大量的 所以, 所有的数据 都能表现我们的经济 在我们的核心 部长是出席位于吉隆坡 三人Z酒店举办的 伊斯兰杰出企业家创意奖 颁奖典礼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截至2023年11月1日 米粮监管局、大马检疫及检验局 大马皇家警察、国内贸易 及生活成本部的执法部门 以及大马皇家海关 已经在马来半岛进行了196次检查 设计了71家工厂 113名的批发商和12名零售商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 达斗陈铜坚发文告表示 部门决定将本地百米行动的运作 延长两个星期 直到2023年11月17号 以防止补贴遭到滥用 以及浪费国家资金 上个星期四 在吉隆坡的农民组织局 举行了第五次 本地百米行动的每周会议 会议决定将本地百米行动的运作 延长两周 直到2023年11月17号 以加强特别是沙巴和沙拉越地区的操作 因为牵涉到将受到补贴的进口白米走私到邻国的问题 文告指出 通过延长这段时间 执法当局将继续在沙巴和沙拉越的边境口案执行 并通过本地百米行动的加强执行 以防止补贴滥用和浪费国家资金 目前有三宗案件正根据一九九四年 稻米和白米管控法令进行调查 九宗案件根据内贸部的法令进行调查 文告提醒 部门对于任何发现替换 混合 走私和隐藏本地白米和进口白米的行为 将采取严厉行动 对于有关白米供应问题的投诉或资讯 公众可以通过投诉热线进行举报 地方政府发展部在二零二三年地政部媒体卓越奖当中 一共颁出十项总奖金高达六万八千令吉的奖项 以肯定媒体从业者的付出 部长宁可敏强调 媒体是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国家第四权 因此将按照昌明大马的愿景 持续维护我国的新闻自由 地方政府发展部本次共获得三百六十三项媒体卓越奖提名 其中来自Pili州国营电视台的新闻介者 Noirin 靠着专业的报道 成功融获最佳城市可持续发展 及绿色环境覆盖 对方政府发展部已共享18民获奖提名 产党者颁出六万八千令吉的现金奖励 该颁奖典礼分别涉及印刷媒体 广播 电视 网络和多媒体等主要平台共同参与 配合Pili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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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六十七岁华旦 殿下关怀囚犯的福利 恩赐午餐给州内四所监狱的七千一百名囚犯享用 Pili 王室理事会成员 Dr. Shri Azizu 指出 这个举动显示殿下非常关怀州内所有人民 包括监狱内的囚犯 他在华都亚也改造中心主阵移交殿下恩赐的午餐费用后 这么表示 我第一次感到这里 我感到感谢 因此感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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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感谢 我感到感谢 因此感到感谢 幸福 этом 产品 因此感到感谢 有数人 那么多 ad言 尤улий 因此感到 苏丹殿下一共尊助八万五千令级 作为为霹雳州四所监狱及成教中心 即是打巴监狱 太平监狱 甘文丁成教中 以及华都雅野改造中心囚犯们的午餐 霹雳在我国逐渐广为人知 青年级体育部部长杨巧双希望 我国青年积极参与运动 所以特别增加特别是涉及青少年体育的项目和锦标赛 我国逐渐广为二统统统统统 巴监狱 亚州二统统统统 所以在那里有什么意思呢? 杨巧双指出霹雳5运动有潜力成为大马在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奖牌贡献之一 体育新闻 吉隆坡羽球超级一百赛 昨天展开八强争夺 东道主大马南单梁俊豪与Ideo 分别力挫来自中华台北以及新加坡的选手 一同停入半决赛 其中梁俊豪更是有望放眼结束 自己长达一年的世界巡回赛冠军皇 南单八强赛中身为赛会二号种子的大马南单梁俊豪 以21比16 21比15击败中华台北2022年世青冠军郭冠林 并会在半决赛硬碰韩国入学赛黑马 崔志勋 至于另一场南单八强争夺中 大马南单Ideo力拼三局 以21比18 5比21 21比13 打败新加坡的郑家衡 届时将在四强与中华台北头号种子李家豪争夺决赛门票 此外大马也有两支混双以及男双组合顺利挺进半决赛 他们分别是头号种子陈炳顺与谢怡倩 以及年轻组合钟宏剑与吴佩奇 而男双方面则是刘航翼与吴永昌 以及陈卫强与阿兹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会担任你,你会担任你 不要让别人严重 你会担任你 肯定是你,你会担任你 你会担任你 你会担任你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星期五十一月三号晚上 加沙城西法医院门口的医疗车队 遭到以色列军队空袭 造成至少15人死亡,60人受伤 以军空袭期间 医疗车队正准备将伤者送往加沙地带 南部拉法口岸 并转移至埃及接受治疗 以色列国防军这次的袭击 还是使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行为 也就是正在对一辆哈马斯 使用的救护车进行空袭 打死多名哈马斯成员 另外,据巴勒斯坦多家媒体报道 加沙地带北部一处难民收容所 星期五晚上遭到以色列军队空袭 造成数十人死伤 而法国外交部星期五三号表示 法国驻加沙的研究所遭到以色列空袭 但没有人员上网报告 此外,法新社AFP驻加沙的办事处 也被导弹击中 法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补充表示 法国当局已经要求以色列当局毫不拖延地提供 袭击研究所的具体原因 法新社随后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证实 在加沙地带的办事处遭乙军炮击 并在星期四二号的一次袭击中严重受损 袭击发生时 法新社常驻加沙的八名工作人员或长期雇员都不在现场 法新社补充表示 所有人员已经在10月13号撤离到加沙南部 另外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哈表示 伊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更像是暴富 而不是合法的自卫 这不是当局应该采取的态度 他也是大肆发言的欧洲国家总理 针对以巴冲突 我国强烈谴责犹太富国主义政权 在本月一号武士国际法 对加沙难民营所发动的袭击 另外 我国也要求以色列政权 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不人道行为 外交部声明 国际社会不能再因为无辜生命被牺牲而保持沉默 并眼睁睁地看着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和老人生命的消失 该部认为 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承诺应该得到行动的支持 而人民维权者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 极公平 公正地对待每个人 另外 马来西亚再次敦促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 要求以色列政权停止一切不人道的行为 如今 鉴于1948年左右 面积为1.4平方公里的 贾巴利亚难民营 共收容了来自附近各地区的11万6千名难民 2号 一名巴勒斯坦的电台记者 趁着工作之后的空袭回家探望家人 然而就是因为这次的回家 导致他与11名家人遭到空袭 全家遭到灭门 随着这起事件的发生 该名记者的同僚在连线直播中难掩悲伤 与新闻主播双双崩溃 据了解 52岁的巴勒斯坦电视台记者 穆罕默德 以及11名家人 在加沙南部尤汉尼斯的家中遭以色列军队空袭 全部丧生 而该名记者的同僚在30分钟之后 与电视台进行连线直播 期间 该名同僚难以掩饰悲伤情绪 并脱下防弹衣指出 自己再也受不了了 所有人迟早会被杀掉 而这些装备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他也指出 事发30分钟前 不幸牺牲的同僚也站在同一个地方 而他本来也打算返回现场继续报到 然而他与家人却成为以色列继续轰炸的目标 不过短短半个小时就天人两隔 根据报道 一直负责在尤汉尼斯的 纳塞尔医院传回报导的记者 所报导的内容 大部分与以色列军队 对加沙地带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关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涉瓦罚事指控 这是一起由以色列发起的蓄意暗杀 早前 我国教育部指示全国学校举行巴勒斯坦团结州 在社会引发激烈的讨论 但是在森美兰州却得到了良好回响 森美兰州教育局局长Roslan Huxin指出 该州内的学校通过该活动成功筹获超过50万令吉的筹款 因此认为该举措受到各方的欢迎 这些活动成功筹获超过23个月 Roslan是在佛容中华中学出席由 三美兰教育局举办的世界和平团结聚会上 这么表示 此外 该校学生还呈现 以巴勒斯坦为主题的各类表演 尼泊尔西部地区星期五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至少69人丧生 多人受伤 目击者表示 该地区房屋倒塌 远至印度新德里的建筑物都在摇晃 尼泊尔国家地震中心表示 这次地震为里是6.4级 但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后来将阵级下调至5.7级 美国地质勘探局最终将地震定为5.6级 当地官员表示 他们暂时无法与位于镇中附近的 贾加科特地区取得联系 贾加科特是一个拥有19万人口的丘陵地区 当地村庄分散在偏远山区 贾加科特官员夏尔玛表示 该地区至少有34人死亡 临近古鲁姆西区的警察官员巴特拉伊表示 当地已经接获至少有35人死亡的报告 巴特拉伊说 救援和搜救队必须清理因为地震 而被干燥的山体滑坡堵塞的道路 才能够到达受灾地区 当局目前还没到达镇中所在的 贾加科特村拉米达达 尼泊尔总理达哈尔在社交媒体 X上面表示 对地震中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表示深切哀悼 并命令安全机构立即开展救援行动 据路透社目击者表示 尼泊尔地震也导致远至大约600公里外的 新德里建筑物发生震动 X上面的视频显示 新德里一些建筑物被疏散 人们纷纷跑到街上避难 2015年尼泊尔发生两次地震 造成大约9000人死亡 整个城镇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寺庙 以及其他历史古迹都化为废墟 超过100万栋房屋被毁 经济损失大约283亿7700万令吉 纽西兰10月14号 国会选举的最终结果星期五公布 中右翼的国家党需要获得行动党和纽西兰 优先党的支持才能够组成政府 纽西兰后任总理拉克森表示 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自选举以来 他的政党一直在与行动党和纽西兰优先党磋商 他说三位政党领导人都怀有善意和诚意 希望建设性的尽快的完成谈判进程 根据选举委员会的结果 保守的国家党赢得48个席位 右翼的行动党赢得11个席位 两党共在议会122个席次中获得59席 纽西兰优先党赢得的8席将使这三个政党获得多数席次 原本执政的工党赢得了34个席位 绿党则赢得15个席位 毛利党赢得6个席位 尽管工党承认败选 但右翼政党仍在等待最终成绩 然后再敲定联盟协议并组成新政府 上个月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国家党和行动党总共赢得61个席位 可以组成政府 但最终计票后 国家党失去了两个席位 不再有占多数席位的优势 根据法律 纽西兰议会必须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后的 六个星期内召开议会 但没有规定核实 必须组成政府 越南一家屠宅场的业者表示 每当要屠杀这些狗 每当要屠杀这些狗 都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有些甚至用求救的眼神来求饶 这样的感觉让越南太原省 一家屠宅场的业者转业 土宅场内的40多只狗儿移动 移交给动物收容所 其中包括一窝十天大的小狗 看看这些看起来无辜的小生命 也许会让许多人都想把他们养下来 当成宠物甚至是陪伴者 但在越南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法新社报道 越南估计每一年 越有500万只狗被宰杀 数量仅在中国之后 一些人认为吃狗肉可以驱除厄运 而另一些人则视狗肉为美味佳肴 但随着养狗当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对吃狗肉的态度正在慢慢改变 尤其是在城市 过去青年里一直从事这个行业的乔越雄 决定改行 从事费金属贸易和化肥销售 因而把44只土宅场内的狗 交给了收容所 由收容所来照顾他们 并为他们寻找收养他们的主人 在过去青年里 屠宅了多达2万只狗 其中大部分是由养小狗 以补贴收入的农村家庭卖给他的 在越南进行工作 设法结束狗肉贸易的 国际人道协会表示 贸易商每隔一两个月 就会供应大约50只小狗给乔越雄 这些小狗关在肮脏的笼子里 养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 就屠宅出售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五件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陈辉锦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